欢迎大家收看外交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据报道 一些俄罗斯银行可能已经用黄金换取了美元 中东冲突实时更新 布林肯抵达以色列讨论释放人质和暂停战斗的提议 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 正在加大援助力度 以帮助300万埃塞俄比亚人 还有数百万人需要援助 加沙地带的主要援助机构岌岌可危 欧盟作为主要捐助方 对该机构的处理举棋不定 阿塞拜将在卡拉巴赫胜利后 举行紧急总统选举 请大家收看 据报道 一些俄罗斯银行可能已经用黄金换取了美元 彭博社 据报道 俄罗斯银行通过在阿联酋和土耳其交易黄金 绕过了对象该国运输美元和欧元的禁令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 出口纸币的禁令被引入 金融情报公司Sary发现 在2023年第一季度 几家俄罗斯银行 进口了价值超过8200万美元的欧元 美元和阿联酋迪拉姆 这些银行显然利用黄金换线策略来规避禁令 据报道 黄金交付也扩大到了香港 中东冲突实施更新 布林肯抵达以色列 讨讨论释放人质和暂停战斗的提议 华盛顿邮报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 布林肯正在与以色列官员会晤 讨论释放哈马斯在加沙扣押的以色列人质的潜在协议 该协议将涉及停火的延长以换取人质的释放 卡塔尔总理穆罕默德 本阿卜杜勒拉曼 阿勒萨尼表示 哈马斯对这一提议做出了积极回应 然而 布林肯指出 在达成协议之前 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 正在加大援助力度 以帮助300万埃塞俄比亚人 还有数百万人需要援助 多轮多星报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FP 计划在未来几周内 帮助300万受气候变化和冲突影响的埃塞俄比亚人 这一数字 是该机构去年引入长期援助 暂停前支持的一半 WFP对埃塞俄比亚北部 食品安全状况的恶化非常担忧 该机构在全球资金短缺的情况下 面临着需求激增的困境 迫切需要1.42亿美元 用于其在埃塞俄比亚的运营 如果没有这些资金 WFP将不得不在4月份 停止向近100万外国难民分发食品 加沙地带的主要援助机构岌岌可危 欧盟作为主要捐助方 对该机构的处理举其不定 美联社 欧盟是巴勒斯坦难民救济与工程处 Unrui的第三大捐助国 要求在提供8800万美元资金之前 对该机构进行审计 审计将特别关注控制系统 以防止Unrui员工参与恐怖活动 并要求对所有Unrui员工进行审查 Unrui警告称 如果没有额外的资金 可能会在2月底停止运营 包括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荷兰在内的几个国家 已经暂停向Unrui提供资金 等待两项正在进行中的调查结果 阿塞拜疆在卡拉巴赫胜利后 举行紧急总统选举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阿塞拜疆总统伊尔哈姆 阿利耶夫宣布将于2月7日 提前举行总统选举 提前了一年 自2003年以来 一直执政的阿利耶夫称 去年9月在奈格尔诺 卡拉巴赫地区取得的军事胜利 是提前举行选举的原因 在冲突期间 超过10万名亚美尼亚族人 被驱逐出该地区 阿利耶夫因其处理冲突的方式 而受到西方国家的批评 并拒绝了法国提出的和平谈判 阿塞拜疆反对派将抵制选举 声称没有自由和公正选举的条件 胡塞武装组织 在红海袭击希腊和英国货船实时报道 英国独立报 伊朗支持的野门胡塞武装 在红海和亚丁湾 向两艘船发射了6枚弹道导弹 其中一艘船报告受到轻微损坏 周二下午 希腊派向一艘希腊拥有的散货船 发射了三枚导弹 当天早些时候 激进分子在红海 向一艘英国拥有的货船发动了袭击 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 靠近希腊船只的美国拉伯恩号驱逐舰拦截 并击落了胡塞武装发射的 第三枚反舰弹道导弹 希腊航运部一名官员表示 希腊拥有的斯塔纳西亚号船 在格林尼治标准时间上午11点15分 发生了爆炸 造成了损坏 曼谷会议除了中美两国保持对话的承诺外 没有取得任何受获 南华早报评论版 尽管在关键问题上没有取得明确进展 但中国最高外交官王毅 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杰克 沙利文之间的最近会晤 被双方视为外交成功 会谈被描述为坦诚和实质性 被视为重建两国高层沟通的重要一步 双方都承认两国关系中存在的挑战 但强调对话和合作在管理紧张局势中的重要性 这次会晤凸显了中美关系的复杂动态 以及需要在竞争和合作之间取得平衡的方法的避拥性 柬埔寨前总理起诉人权活动家诽谤 外交官 柬埔寨执政党的律师 已对柬埔寨人权与发展协会副主席 Soul Insane Corona提起诽谤诉讼 此前 他在一次报纸采访中指责执政党利用其在法院的影响力 对其政治对手施加压力 这是对柬埔寨政府批评者 发起的一系列法律行动中的最新一起 在贸易逆风中 中国承诺加强对电动汽车的支持 彭博社 中国宣布计划加强对其电动汽车EV行业的支持 以应对欧盟和美国日益增加的贸易限制 中国商务部 外交部 海关总署 以及其他四个政府机构称 EV出口是优化中国对外贸易的关键支柱 他们发布了指导方针 包括更好的利用国际贸易规则 与外国政府合作 为EV行业创造开放透明的环境 政府还鼓励汽车制造商设立海外研发中心 并呼吁金融行业优化信贷和国际交易 哈马斯对释放人质的提议 给予积极回应 华盛顿邮报 卡塔尔表示 哈马斯对向释放加沙人质的提议 达成了积极回应 这项由美国 卡塔尔和埃及协商的协议 包括停火六州和哈马斯在加沙释放所有平民人质 作为回报 以色列将每释放一个人质 释放三名巴勒斯坦囚犯 该提议是自四个月前战争开始以来 最长的停战 以色列原则上同意了这一框架 然而 哈马斯希望任何人质交易都能导致永久停火 这是以色列总理本雅明 内塔尼亚胡拒绝考虑的关键问题 哈马斯的回应现已传达给以色列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 布林肯将与内塔尼亚胡和其他官员会面讨论此事 布林肯将向以色列领导人 介绍停火和人质谈判情况 因为加沙战争进入第五个月 多伦多星报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 布林肯正在特拉维夫与以色列领导人会晤 双方在持续了五个月的以巴冲突中仍然坚持各自的立场 双方尚未达成停火协议 以色列和哈马斯都提出了他们的要求 哈马斯表示愿意接受新的停火和释放人质的协议 而以色列则寻求对哈马斯的彻底胜利和所有剩余人质的释放 美国 以色列 卡塔尔和埃及提议停火数周 并逐步释放人质 然而 哈马斯重申要求结束以色列的进攻 并释放数千名巴勒斯坦囚犯 美国总统乔拜登表示这些要求有点过分 布林肯试图推进停火谈判 同时推动更大规模的战后解决方案 包括以沙特阿拉伯与以色列建立巴勒斯坦国的关系正常化 然而 以色列总理本亚明 内塔尼亚胡反对巴勒斯坦国建立 人们担心如果他做出太多让步 他的执政联盟可能会瓦解 乌克兰实况 前线城市面临危急的克里姆林宫攻击 英国独立报 乌克兰官员表示 位于东部重要城市阿夫迪夫卡的乌克兰士兵 在保卫阵地方面面临着非常困难的挑战 有报道称 俄罗斯军队已经进入该城市东北郊区 引发了对局势控制失去的担忧 自去年10月 俄罗斯发动攻击以来 阿夫迪夫卡一直是前线的焦点 军事分析人士认为 俄罗斯重新试图夺取该城市 是为了在3月的总统竞选中 给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提供一些展示 乌克兰战争记者称该情况为危急 联合国人权机构对伊姆兰 汉的政党遭到骚扰表示担忧 英国独立报 联合国对巴基斯坦反对派领导人伊姆兰 汉的党派成员在本周议会选举前的镇压表示关切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发言人 伊丽莎白索尔表示 该机构对巴基斯坦正义运动党领导人 及其支持者遭到骚扰 逮捕和长时间拘留的模式感到不安 联合国呼吁当局确保所有人民 包括妇女和少数民族的参与权利 孟加拉国谴责缅甸的误涉事件 边境危机正在酝酿中 日经亚洲 缅甸的冲突正在蔓延到孟加拉国 引发了对新的难民危机的担忧 两名孟加拉国人被缅甸的雾炮炸死 学校被迫关闭 人们担心 财政困难的孟加拉国政府 将无法处理新的难民涌入 孟加拉国已经接纳了 大约100万名来自缅甸的罗辛亚穆斯林 其中大多数人是在2017年 逃离了暴力军事镇压 官员们担心 由于缅甸陷入内战 难民的遣返越来越不可能 拜登不会因涉及机密文件调查 而面临指控 南华早报 据知情人士透露 美国司法部不会对总统瞧 拜登因在其私人住所和办公室中 处理机密文件不当而提起指控 然而 一份调查报告将对他的行为进行批评 这一决定为拜登在竞选连任时 减轻了重大的法律和政治负担 与此同时 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 作为202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领跑者 正面临与他在佛罗里达州 马阿拉哥度假村 保留机密文件有关的重罪指控 亲爱的观众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常驻六度简报的观察员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新闻 非常丰富多样 涉及到了俄罗斯的黄金换线策略 中东的冲突和人道援助 欧盟对巴勒斯坦援助机构的处理 阿塞拜疆的总统选举 红海的袭击事件 中美的对话 柬埔寨的人权诽谤案 中国对电动汽车的支持 以色列和哈马斯的人质交换谈判 乌克兰的前线形势 巴基斯坦的反对派遭到骚扰 缅甸和孟加拉国的边境危机 拜登和特朗普的机密文件调查等等 首先 我们来看俄罗斯银行利用黄金换线策略 来规避美元和欧元的禁令 这真是太聪明了 这让我想起了一句话 黄金不怕火炼 俄罗斯银行的这个策略 也可以说是相当高明 不过 我得提醒大家 这样的操作可能会引发更多的监管和审查 毕竟黄金可是很容易被追踪的 接下来是中东的冲突和人道援助问题 世界粮食计划署正在加大援助力度 以帮助300万埃塞俄比亚人 这个消息让我想起了一个笑话 说是有一天 埃塞俄比亚的人都去领粮食援助 政府突然发现 全国的人口都减少了一半 原来大家都去领援助了 不过这个情况并不好笑 因为有数百万人需要援助 如果援助不及时 后果可想而知 在中东冲突方面 布林肯正在与以色列官员会晤 讨论释放人质和暂停战斗的提议 这真是个让人捏把汗的问题 因为释放人质和暂停战斗 是两个很敏感的议题 希望双方能够达成共识 实现和平 在欧洲 欧盟对巴勒斯坦援助机构的处理 举其不定 这让我想起了一个常见的问题 欧盟到底是支持还是反对巴勒斯坦呢 这个问题看来 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和调查来解答 还有阿塞拜疆的紧急总统选举 红海的袭击事件 中美的对话 柬埔寨的人权诽谤案等等 都是我们关注的焦点 总之 今天的新闻非常精彩 让我们看到了世界各地的动态和挑战 作为观察员 我要说 世界变化太快了 我们要时刻保持关注和警惕 同时 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多思考这些问题 多参与讨论 留下你的想法和问题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吧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 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好